有請香港塔吊聯會永遠榮譽會長吳國銘先生 分享塔式氣重機危險懦位逐個逐 有請吳先生 大家好 各位朋友 今天介紹一下天井的操作和危險在哪裏 我都講過很多次了 安裝天井之前 我們地盤工程師或我們的工程師 大家研究好擺位 如何去分佈天井 確保每一個程序不會出錯 自從2007年 銅鑼灣的天井意外之後 銅鑼公署和CIC 搞了個階拉 和銅鑼公署的COP 我經常都講的 如果根據COP做事 沒有可能有機會會有意外 一所意外 大家會有疏忽 因為層層監管 沒有機會會出事 現在我們做天井 應該有五層監管 應該沒有可能會有意外 在裝冊之前 我們一定要一個施工方案 一個 所有平面的設計 都做好出來 在地盤看過了 如何集合大機 製造多遠 用多大機 物件多重 我們都要考慮 剛才的講者也說了 我們集合機之前 一定要看集合機的位置 Side Compaction 承受力夠不夠那部吊機 現在我們裝天井 由50噸吊機到500噸都有 當作300噸至500噸吊機 是相當巨大的 那個泥土承受力很大的 我們必須要 先去Planning好吊機的位置 如果有什麼差池 大家有什麼事 吊機有什麼事 後果不堪設想 在裝天井之前 我們還有天井腳 天井腳有很多種 這隻是卡仙的 我們在紮了底鐵之前 我們就放一隻腳下去 接著紮兩層的鐵 或者地盆的鐵 接著下石屎 我們在下石屎之前 我們要檢查瓶水 那隻腳看瓶水是否正確 是否正確 如果那隻腳不檢查清楚 然後下石屎 如果那個瓶水是否正確 那就真是大件事了 那部鎮 裝了你也沒有 裝不到 才有機會 現在這些腳 有些是燒汗 洛石屎 你知道燒汗現在要求 自從去年九月出了意外之後 現在我們在公子的燒汗方面 看得很厲害 就是RPE RPE T5 都要做得很清楚才可以裝成 都要做得很清楚才可以裝成 這隻腳不是卡仙的 不是種石屎道的 在花鐵上面 種了幾十口螺絲 每隻腳 由十二口 至四十口都有 看哪個工程師計數 用幾大螺絲 用多少螺絲 是RSE計數的 做了之後 打好瓶水 它才下石屎 這隻腳是燒汗的 但是現在香港很多有這樣的腳 燒這些腳 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工序每一個步驟 真的要每一個步驟 看清楚 不要太快 還有燒汗之後 有一個LAP 因為工廠都驗過了 現在我們正常16mm 都是用瓷粉汗的 如果汗大於20mm 我們就用超聲波 因為瓷粉汗未必照得到這麼厚的汗 你看到我們的螺絲 在左手邊的幅圖 我們拖了之後 或者打緊之後 我用一條藍色的線 你看清楚 畫了它 翌日檢查的時候 它看到施霧會鬆 那條線走到位置 它不會有拉敏的 我們這些腳 你看到白色的粉 驗了瓷粉汗的 我們打緊這些螺絲 就是調好瓶水 我們才能夠安裝天晴 我們才能夠安裝天晴 這些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你看到右邊的幅圖 鐵板下面和石屎之間 我們要灌五星泥或是那些Grow 我們灌這些泥 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真的會滲進去 如果那些五星泥或是那些Grow 有洞、有虛位 承受力是差很遠的 這些是最近的例子 地盤名字不要說了 有很多螺絲斷了 你看看如果這些螺絲斷了 後果是很嚴重的 有機會整部程會躺下來 但幸好看得快 知道得早 這樣就能夠補救 有些就倒個大的石屎袋蓋住它 你看看這些螺絲 怎樣會斷呢 我問過很多螺絲的所謂專家 他們都說不到 現在我們約了分析一下 有機會怎樣斷 你看這些斷口全是剪斷的 這些大約是 這些大約是 這一步應該是去年 去年的事 這些螺絲全部39mm直徑 它會斷,不是一次過斷那麼多口 一口一口斷的 但是我們修理保養的那些師傅每一天 我們有一個方溫一個星期檢查一次的 勞工處要規定的 我們檢查之前一定要看所有地腳螺絲 那些機械 而且我們如果有些刺手 如果每天 開工之前 最好他都看得出刺腳 因為他有事 他自己第一個受害 他坐在上面 最好我們真的要看清楚 這個 這個就是補救的 他就加大了個劇掌 就是螺絲加了很多口 那就 就是強化了它 那這口螺絲是新的 買回來都會裂的 那我就提議 那我就提議 一會兒會提議 有一點點要做的事 不要以為新的東西 就一定是OK的 那我們安裝天晴之前 幾大機吊多重 每一部天晴 每一部的重量 我們都有的 那每一部吊機的吊重量 距離多少 都有很詳細寫得的 那很多地盤 都要求我們吊八字 即是你這部吊機吊得一噸 它會比0.8噸 在安全係數打得很高 剛才說了 我們雜貨吊 即是游客機在這裡 四隻腳要打 要坐得好穩 平水做得好 腳掌 我們試過 因為那些泥桶 達不到的標準 我們試過打一個 三米釘方的鐵板 浪高兩尺 我只打這四個掌 打了三個鐘 有些油壓機的貼腳 我們甚至有時候坐公子底 也會坐公子底部 也會坐公子裡 有些釣機公司 有些項目做了獎 很大件的 我們襲機的泥口很重要 我們一看清楚泥口,承受力 你看看,如果泰的邊泥一射,整部機就掉下去了 這些,我們莊天請,地盤大部分都會合作 他們都會在這方面,他們自己都很緊張 我們找到一些吊機公司的師傅 我們自己的工程師,加上地盤工程師 甚至有些水引擎下來 我們做裝潮,當然是計劃好位置 拿出足的位置,一個危險區,一個封鎖區 我們做天秤的時候,我們不希望有人站在這裏 因為我們在上面做的事,跌口螺絲下去都不得了 但這些程序,我們必須要專手 你看看,機的距離和天秤的距離 原則上我們是constant的 距離是不會變的 雜機和裝潮 因為我的天秤是死了位置 那部吊機是雜射律 所以,在這個範圍之內的吊重 如果達到應該是一定沒有問題的 但我們做了師傅方案,要畫得很清楚 危險區,裝舍區 說一句不好聽,被勞公署看到,是告緊的 我們在莊青時,我們的師傅在上面走來走去,雙尾扣 安全帶是要貓安全帶 永遠有一個扣要扣實 我們有試過很多單,真實是實例 安全帶救回它 跌下來半天掉,救回它 這些不是故事,而是真的 因為有時候做事,做得很失雲 而且在上面走去,那條鐵軌 或者那條天井的路軌 那個汽車那些東西 只有六寸或者八寸闊 在上面走 你走出那個汽車尾 又,那個企動走出去 那個汽車可以去到七十多米 一路去到七十多米 就這樣走出去 如果不小心,不穩定自己 你想一下,後果會怎樣 每一個天井,我們要根據說明書去做 那個步驟是不錯的 每一個步驟都寫得很清楚 我們的師功課都寫得很清楚 我們要參照COP 因為當時2007年 做這個COP和CIC階拉人時 我們開了成年會 和政府部門,勞工處很多 和我們業界朋友 都開了成年會 才做了一本CIC階拉 和勞工處的那本COP 做了一部天井,裝好 程序點,我不會逐步說 大家看回那個COP 很詳細地說,怎樣去裝程 做完之後 我們教好一些小鈴鐺 automatic switch 找工程康來驗機 這樣就出了二、三、五方 我們天井是多於方圖 地基那裡 這部天井有機會 將來要爬升 在樓層裏面 一層一層爬 不是一層 而是五層或者四層 升一次 你看到 下面空的天井 我們在升之前 我們又要計算 法律衣 計算好數 我們用T5 再重複核對 我們做得對不對 這樣我們才可以施工 和聲稱工序 每一個步驟 真的要看得很清楚 步驟一定要平水打得很好 如果步驟不垂直 有機會 整步驟都歪了 但是這些工序 在這裡大家 我解釋不了那麼多 在這個施工方案 會詳細 給大判 地盤工程師 或者ICE 他們看的 他們會 我們會逐項解釋 我們在裝天井之前 有很多工序要做 就是施工方案 開會 甚至開了三、四次 有業主管工 業主的安全 RPE 大判的管工 安全 以及我們的引擎 是幾個部分在這裡開會的 確保每一個步驟 他們滿意 我們都可以開工 如果他們不滿意 我們要解釋得很清楚 這些聲稱的步驟 一級一級升上去 一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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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組 三個組 我們就是搜尺 我們叫的是叫作課 籃 我們要圍住它 這些щ wires 以 Bub 這些叫做組的 letters 也一定要很準確 以往我們任何委員會 我入行几十年,是随便好多的 但是现在,大家都收拾了 因为我经常说,有什么意外,大家背不起飞 尤其是天晴,你想想一个环境 当有意外,后果真的有很多人害怕 去年那件事,三个飞了,两个箱 你想想,当你去到现阳看到 一步天晴,好像是驻塞般掉下来 你看到报纸,你都脚弱 我不希望看到有任何意外发生 但是这些游积去积庆,每一个步骤,他写在这里 如果有行内行,行内人就看得懂 这些积庆,我们都要很小心 第一,平水要打得很好,那一步天晴就一定要反复 而且每一个步骤,游积,游泵,每一个步骤 这些游积,是卡住了 安装了,才可以施工 一步一步即上去 这些就是声称的步骤 这些就是,你会看到有些天晴在一个大厦外装的 成栋马屎在楼边上 我们有些长马,有一个红圈的长马 做这个长马人,我们也是要RSE计算 根据厂的力量,去计算出来,如何安装这些长马 我们安装的长马人,一定要T5 去审核 认为我们没错,我们才可以声称 声称的步骤 真的很小心 我们入行五十年 在天晴 真是没错,死了二十个人,个个都知道 大部分 一步、两步 百分之七十都是声流外称,在流外加上去 塌 那些声称,加高天晴,我们要平衡步称 这些长马,这些长马,这些裤子 声称的步骤 然后呢 如果再讲很详细 讲拆称 我们用四星假拆,或者是Derek 那我们做Derek又是RSE计算 T5 去审核我们的力 和楼面的承受力 因为我现在用屋面钓,或者用Derek 都十几顿虫 本身的Derek也有十几顿 这些是那些,我们叫四星假 或者Derek 装Derek,我们都要事先要Planning好 和工程师合好 那这个区域要划分得很好 钓运区不能有人 现在拆称的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拆称的意外呢,香港也试过几宗 不过幸运是没有伤人 总结来说 装称,拆称,或者升称 结构工程师计数,T5检查 预留的螺丝,我们要垂直 螺丝不要斜 平水打得很好 有些螺丝 如果是Colong,我们要拉力士令Protest 螺丝装后要打紧 烧汗要厌汗 我就提议 装完庆之后 两个星期或者两个月内 重复打过地角螺丝 最后也是 根据CIC的阶拉,劳工署的COP做事 钓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垂直 不要斜 因为天秤任何,天秤钓机 不可以横拉的,一定要直的 安全 合理的时间 合理的金钱 没有时间没有金钱 不要说安全 进度,质素,安全 一个等边三角 大家要平衡 今天我讲的 应该是这么多 因为我重复又重复 讲过很多次 安全的讨论会 都是这样的 都离不开这个 反措 谢谢大家 谢谢吴先生的分享 接下来就是观众提问环节 如果大家想问问题的话 欢迎点击提问框架 输入你的问题 我们会随机帮你发问的 见到观众就想问一下 最高的天秤是有多高的呢 天秤的高度 可以没有不限制 如果说 现在香港我们去到四百多米 都是这样上去 在中东 五百多米 七百多米 都是这样上去 高度是没有限制 有高度要求跟厂 商量 油厂去设计部天秤 原则上高度是 不会限制的 第二条问题就是想问一下 安装天秤的过程应该最注意哪一个步骤或者程序呢 装拆天秤最重要是依照那个说明书 每部天秤有原厂 如何教你装 如何叫你拆 每一个部件都不可以错 事前是结构工程师 T5 这个责任都很大 多谢 谢谢吴先生的解答